这是水培玉米苗第12天的长势 像这种基本上如果水培的话 就可以移栽或者分苗了 第一次水培玉米苗 这个有成功有失败 你看这个凡是水淹到的 出苗率都很低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 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我是柴哥 这种海绵块水培玉米苗 有缺点也有优点 优点是一苗速度快 干净 直接培养的是水生根 到分苗好 或者是直接定植也好 它就直接生长 这是优点 但是缺点也比较明显 缺点就是 这个海绵 它有时候吸水 一吸水又下沉 下沉以后 一旦它勤没到水里面以后 种子容易飘出来 这是一个 第二个 种子侵到里面以后 如果说一一发芽以后 它这个米苗长不成 如果说是没有 就是侵了有三分之一 高的水的话 它这个长势是非常好的 你看一下 长势非常好 那边的水深 你看 长势很弱了 很差了 所以说呢 这个海绵块一米苗 水位的 只能是薄薄的 一公分 流过去就行了 这样的一个技巧 但是这样的话 又面对着高温季节 这个温度 因为水少了以后 它的温度变化很大 所以这个是 下一步要考虑的 一个难题 也就是这个温度 所以这个温度 也就是这个温度